12月25号九合一大选慎选的当选人即将要就职 而苗栗地检署呢 对苗栗县长当选人中东景等人是提起了当选无效之诉 中东景办公室也表达强烈的抗议 更表示呢 这个遗憾苗栗地检署沦为特定政党的服务工具 今天上午呢 法务部次长蔡碧仲强调绝对是依法办理 而国民党立委邮玉玉兰直询到这题的时候 也提到检调人员不应该双标 马上带你来听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调查的就是检调人员 一定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要站稳脚步 然后要让人民对我们有信心 您同意吧 你也知道说检察官是为难的 办太快也有人骂 办太慢也有人骂 办到要事实 但是绝对不要放标 那个所谓当选 尤其当选无效之诉 有法律规定他30天之内要提 所以如果检察官该提也不提 委员你可以试想检察官会受到什么处罪 对 苗栗县县长当选中东井呢 还有这个大胡乡长候选人 傅松林联合进总主委 以及两名的装脚 因为涉嫌买票的关系 因此苗栗地检署20号的时候 就对中东井及香带村长等4名的当选人 提起了当选无效之诉 不过蔡碧庄就表示了 一切依法 之前有一些案例可以查询 希望政治人物不要随便说 沦为特定政党的服务工具 对法律人来说是一种污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